大法狗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短期出家是不是值得推广 最近几年呢 我们看到有些佛寺 定期的举办佛期和禅期的活动 那么这算不算是短期出家呢 短期出家值不值得推广 有什么正面跟负面的影响呢 一起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首先要讲短期出家 这个现在这样子的 我们要看看现状 或它的结果 或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这个现象 如果效果很好 那就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这个现象的背后的效果不好 而且是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就不好 我们现在就要问一问 是为短期出家 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吗 那对于我们这个人间是不是好呢 这一点 还有短期出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先问一问 还有真正的所谓出家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因与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离开家 叫做出家了 不一定的 有的人说到寺院里住几天 就在出家了 这不一定的 有的人认为啊 就不结婚 没有太太 就是出家了 这个叫堵生 这不是出家 那怎么叫出家 我们先要问一下 出家的意思 新家一定要受戒的 受戒的时候一定要发愿的 我们受戒的时候发愿时啊 第一 进行受 受词啊 沙弥社戒 那就是最初的基本的呀 出家戒 然后要说比丘戒 就进行受 受词啊 比丘戒 或者是比丘尼戒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沙弥沙弥尼是啊 刚刚去学习出家生活的 男众和女众 那比丘比丘尼呢 是已经呢 可以完成了 真正的成年人的 已经成熟了的 比丘和比丘尼 就是男众的出家众 女众的出家众 现在我再回来讲 这一定是进行受 所谓进行受是什么意思 我是反复地讲到这个名词啊 就是进我们在身体的 最后那一天为止 就是到最后的那一天为止 进行受 随福出家 进行受 奢侈 比丘戒 比丘尼戒 这个就是呢 一开始 一出家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的台湾 短期出家的这些 道场 提倡的 风气 我们不能说他不好 是很好 对于社会 对于人 是有用的 可是呢 这就是仔细明明说谎了啦 准备去出家 一个星期 出家 一个月 然后呢 老婆还在家里等着 也没有离婚 或者是呢 未婚妻 未婚的夫 还在家里等着 也没有离婚 也没有结婚 这个是 这是打网语 这是打网语 出家的时候 受戒的时候 就是说 你愿意啊 进行受出家吗 愿意 这是明明自己 站在那边 正在眼睛 说谎 在骗人 所以这一个层次 在这一点上啊 短期出家 我是不赞成 也不是啊 副教的 释迦牟尼佛的制度 不过呢 我很赞成呢 在家 青年男女 甚至于年纪大一点的人呢 能够来过一些出家 过一段时间 出家人的生活 也非常的好 在副教里面呢 有一种戒 叫做八观在戒 那就是呢 出家戒的 分热受辞 也就是说 一个月之中 有六天 或者是现在的人 有四天 就是假日 到寺院里面去 完全过出家人的生活 除了 还是身上可以拿钱之外 放钱之外 其实它完全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 这也是很好 另外呢 现在的 我们 所以短期出家的这种风俗啊 是从泰国 先开始的 泰国呢 男孩子如果啊 没有在寺院里 曾经过过出家的生活啊 这个人的道德修养 没有成长 也没有受到人的肯定 就是这个泰国的这种风气 能传到了我们台湾呢 我们最初开始的是福光山 福光山呢 举办了 只出家的 这个短期出家 那我赞成不赞成呢 我说是这样子 我综合性的来看啊 出家的这种啊 行为是正常的 正确的 而且呢 我也是肯定的 我认为呢 这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打残妻 七天之中 在寺院里面 完全过出家人的生活 也很好啊 那如果有的人 过一个月的 这个出家人的生活 也很好啊 但不要说 你是受的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沙弥戒 沙弥尼戒 不需要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 一开始受戒就是说谎 那没有必要 所以是呢 我现在不清楚啊 我也没有清楚 现在像福光山呢 以及其他的几个道场呢 他们是短期出家 是受戒 是受什么戒 我不清楚 如果是受的把关在戒 那很好 如果说是受的沙弥戒 那这有一点 有一点需要考虑 如果受的比丘比丘尼戒 那更需要考虑 但是呢 出家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出家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对于人呢 对于 不管是男女 都很好 在泰国啊 没有女众出家 只有男众短期出家 在我们台湾呢 女众男众一起短期出家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种风气呢 好像比泰国更进步啊 将来是不是这得推广 那我现在呢 我不能够讲 我也不能说反对 说现在的他们短期出家 是不可以进行的 我不讲这个话 一个人究竟适不适合修行 能不能够出家 往往自己并不是很清楚 因此呢 有一些人在出家以后 因为种种的原因而还俗 再度的投入世俗的环境 那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 都不太能够接受 一个人出家之后 再还俗的事实 到底出家之后又还俗 有什么不对 或者是不好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出家还俗是允许的 而且出家还俗 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是丢脸的事 甚至于在我们在附近里面 以及在我们佛教的历史上 都有这种记载 有的呢 佛看到了这 有的人呢 他是能出家 但是 他当时啊 无想出家 舍不得出家 多半是为了爱情 舍不得 放下他自己的 交期美愿 那佛呢 认为这个人 如果出家 就能证欧罗汉国 那就跟他讲了 你先来出家好不好 你出家以后啊 要想回家呢 还可以回家 但是还没出家 就是准备让他回家的 比如说那个 叫孙佛罗南陀 有这么一个大乌罗汉啊 就是这样的情形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在《能言经》里面呢 有个摩登前女 跟恶难尊者的关系 这个摩登前女 就是要爱恶难尊者 要把恶难尊者逼回去啊 做他的丈夫 那就是 就跟他讲了 你要跟恶难尊者出家 你就要 不是 你先跟恶难尊者一样 先出家 出了家以后呢 修行修到像 恶难尊者那个样 那你也可以啊 把恶难尊者 就回去 一起结婚了 结果呢 他们这个两个人呢 就争了乌罗汉骨 就出了家就争了乌罗汉骨了 争了乌罗汉骨 要不要再结婚了 不要结婚了 另外一个例子 在我们中国的唐朝啊 唐玄庄三章 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 他有个弟子叫 亏计大师 亏计大师啊 是一个王 一个是个大王 有王者的 是位置 王者的 这一个王 的家里面的 一个公子 这玄庄三章 看到他这一个小孩子 出家的时候呢 一定会成为 一代的大师 但是这个王者 从来没接触过 胡法 他怎么愿意出家呀 因此呢 就问他 你要不要出家呢 这个王者 当然不愿意出家 他说 那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出家 这个王者说 我要结婚 我要持婚 这个两样事情呢 如果答应我的话呢 我就出家了 好 那个 这个玄庄三章 就让他出家了 出家以后 他说 你要结婚的话呢 先要修行 你要持婚的话 先吃多少时间的书 以后 再让你持婚 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这个道心呢 原来又坚固 再也不想结婚 再也不想持婚 就成了一代的大师 就是婚纪大师 另外呢 有一位宰相呢 叫做姚广孝 元朝的时候 一位宰相 姚广孝 后来人家 称他为黑衣宰相 他是一位大师 一个高僧 结果呢 皇帝要他去做宰相 他就把衣服一换 就还俗了 还了所以以后啊 就做了宰相 做了宰相以后 他也没有娶老婆 也没有吃肉 他就是 依在家生的形象 来啊 助立国政 而成为一国的宰相 像这种历史 在历史上啊 有名的 也蛮多的啊 那我们再说 就还俗的人呢 不受人家看得起的原因 这个是因为我们呢 儒家的思想 所以三教九流里头的呀 说是儒舌道三教九流 九流里头啊 就由生 道都算在里头的 那这个还有呢 到了清朝的时候 有说九儒是盖 这个三教九流里边呢 儒家是第九 七盖是第十 实际上出家人 就生人啊 生道啊 不如流就变成了 那就是说 社会上啊 最糟糕的人 就是人间的杂质 社会的垃圾 就去出家了 因此就是说 没有用的人 就去出家 无用之人 就去出家 还有呢 在家里边 游手好闲 就去出家 这些好吃难做 就去出家 因此在出家人的身份里边呢 就非常的 这个腐败 腐烂 而这个 这个很糟糕啊 很差了 很低了 结果呢 大家都看不起出家人 所以结果呢 人家说 你的出家都出不成的人 还是会好人吗 连出家都没有办法出的 那 除了家还能 还要还俗 可是这个人呢 坏人之中的坏人 懒人之中的懒人 没有用之中的 没有用的人 所以是让人家看不起 因此 所以出了家以后呢 大家都不敢还俗 这个是错的 那么我们事实上 直到今天呢 在我们台湾来讲 情况已经不一样 在泰国的情况 也不一样 泰国的国王也出家 出了家也还俗 那他是身为一国之王 那有什么丢脸呢 那么在我们台湾来讲 现在有很多的出家人 在出家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出家 中学的 自己能出家 可是呢 出了家以后啊 发现 发觉到啊 自己的性格 不适合出家 自己的心相 不适合出家 自己的吸气 不适合出家 因此 觉得 还是回家吧 像这样子的人 是蛮多的 就一头闯进来 认为自己能出家 结果头一踢 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到自己不能出家 这没有关系啊 那就回去好了 还说以后 他们还是 非常正常的人 而且呢 比他 没有出家以前呢 更好 所以是呢 还俗 不可耻 出家 非常好 阿弥陀佛 每个人呢 都希望自己 有个幸福的家庭 夫妻恩爱 伴侣忠于自己 但是台湾社会中 大男人主义 仍然普遍存在 许多男人 对自己的妻子 不忠实 却要求妻子 必须绝对的忠于自己 另外一方面呢 又希望自己的女儿 结婚以后 婚姻幸福美满 像这样 以双重标准 来对待别人 正确吗 家庭儿女 能够幸福吗 让我们来请教 盛宴法师 凡是双重标准的人 本身就是有问题 所以大男人主义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从现在人的时代潮流来说 男女是平等的 不可以有什么大男人主义 小男人主义 也不能够说男人比女人小 不可以说女人比男人小 这两种都是错的 所以是女权运动 适当的来争取女人的权益也是对的 男人呢 如果意味地认为男人自高 自大 那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从夫妇的观点来讲 男女是相等的 因为在附近里边 我们看到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中 男女都有 男的可以证乌鲁汉果 女的也能够证乌鲁汉果 男的可以成为菩萨 女的也能行菩萨道 这个完全是平等的 那我们在一现实的环境里来讲 凡是大男人主义 这个都很可能呢 受到他自己家庭背景的影响 也可能呢 由于他自己啊 有个悠悠感的关系 也可能呢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独生者 或者是 他自己啊 特别 在他的一群朋友 同事同学之中 有突出 优秀 他始终都是啊 就高高在上 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 在妻子的面前 总觉得 高妻子一等 所以大男人主义 大概多半是表现在 对于他的太太的 这个 行动上 表现上 对外 不一定 对其他的人 不一定 那也可能呢 也会对其他的人 其他的女性啊 有一种歧视 有一种觉得 哎呀 这是女人家的事 在我们中国人 有人说 这是夫人之言 这个是夫到人家 我们在美国啊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是女性骑士 女性骑士 比如说开车子啊 开车子开得不好 或者是乱开车 这个 有一句话 叫做 woman driver 就是女司机 这是女司机开车 这个不得开得乱七八糟 这个是不是 女司机就是这个样子呢 一定 有点男人开车 开了一塌糊涂 这个美国人也说 这个是woman driver 也是叫做女司机 就是把这个女司机 这个性别啊 套在那个不会开车 或者乱七八糟开车 的人的头上去 这个美国的社会 已经是女权运动 女权 男女平权的这种风气满盛了 还是有一样 有这样子的一种啊 女性骑士的这种现象 我想你们之中一定知道 有这样 有这么一个名词了 那我们在台湾来讲 因为在受日本的文化的熏陶 日本人一直到现在 还是大男人主义 男人在家里边呢 是法号司令的 是啊 一家自主 一家自长 女人在家里边的时候啊 是说于呀 男人的呀 副说平 一家自中 如果没有男人呢 那就很糟糕了 在日本的寺院 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寺院呢 不能有女人做这个主持 只有男人做主持 这个日本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这个样 那在这个中国 没有这个样 在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寺院里边有女 有女众的寺院 有男众的寺院 男众的寺院可以变成 女众来照顾 女众的寺院可以换成 男众来照顾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么在父的时候呢 女众的寺院是女众的 男众的寺院 男众的把它分开 这个呢 中开的原因并不是说 因为男众大一些 女众小一些 而是男女有别 是这样子的原因 男众现在讲到 一个大男人主义的父亲 对于子妻的太太呢 是大男人主义 也有希望子妻的女儿 嫁出去以后啊 在她的家里边呢 是女主任 这个权力啊 至少跟丈夫平等 或者是呢 能够找一个丈夫啊 能够受太太管治的 管理的这么一个丈夫 这种人 实在是英国颠倒 子妻都不能做到的是 希望人家做到 这个不公平 子妻啊 是个大男人主义 很可能疑惑 她对啊 女儿 去这个 嫁了个丈夫 也是个大男人主义 所以 己苏不悦 无私于人 既然呢 希望子妻的女儿啊 不是嫁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人 那子妻最好 先改变自己 不要做个大男人主义 现在我想这种情形已经不多了 在我们台湾已经不多 但是呢 还是有 其实在国外还是有 不是没有的 那我们这样子的现象啊 我想渐渐渐渐 这个会改善啊 不是永远有大男人主义 但是呢 这个男人的一种啊 性格 要它全部改变呢 也是不容易 所以请女性们呢 也要付出一点耐心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